今個星期的香港八點鐘 今個星期你們會見到我三天 昨天我幫忙錄了一集的士判官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看 講的東西跟我們上次講關於的士問題有點相似 上次沒有的士業界人士 的士判官有九哥 可以直接問他關於業界問題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聽 我都很有信心 其他事情我沒有信心說 這方面我真的很有信心說 香港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時事評論員 所謂經濟學者 沒有一個可以講得到現在的士問題的核心 只有我 其實這些是沒有值得認的 因為的士問題是太細小 但問題是香港人就不認識 今天我第一次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上個星期日在我家附身發生的 就是大南區補選 區議會補選 我客觀點說 首先很多人說 我連補選也不知道發生了 這是很合理的 因為問題是區議會的區那麼小 可能經常只有一條村 甚至有時有些大型的屋子只有半條村 所以沒有人知道是很合理的 而這一個選舉 其實從未開始都已經是猜到的結果 當然就是建制派一定會贏 因為這一區長期都被建制派盤 由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一直到現在的2019年 其實基本上都是建制派控制著 今次也沒有什麼意外 這個補選有什麼值得去探討呢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又再一次是泛民眾星加持 這個泛民推舉的候選人 就是這個社區前進的李國權 然後他對的就是京文聯 之前那個叫反佔中國師 叫莊永燦死了 現在他由京文聯再推出一個他的繼承人 叫李斯敏 好像兩個都是社工 出來選 最後李斯敏以1300多票 就贏了李國權1100多票 這個選舉有什麼值得一看呢 我們先看一看圖 我們由數字開始看 這幅圖就是正程網上行 就是NowViuTV的一個時事節目 基本上這個節目 我現在是非常鄙視它 因為它是跟852、眾新聞、D100、花膠台、城寨 沒有什麼大分別 就是基本上它是一個政壇八卦節目 放料給它的人 我都頗有信心 都是一些民主黨或者公民黨的一些成員 所以裡面的立場很偏坦泛民 但不要緊 我現在只是用這些數據 我不是去講這些節目 其實很多事情都值得說 譬如他報這宗新聞 真的很好笑 通常這個凌晨點票 可能做圖的人已經睡了 通常有兩個候選人 整理兩幅圖 一幅是A當選 一幅是B當選 一幅是B當選 你就看結果是哪一個當選 就拿那幅圖出來 但結果呢 出了選舉結果之後 那個人貼過結果的同時 就貼了兩幅圖 你們不就真的很業餘 那些垃圾記者 我等一下都要罵 香港傳媒的水準就很低 這幅圖有什麼值得一看呢 他就是由2015年 很有趣 他不利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去講 由2015年開始是無所謂的 我等一下才幫你翻回 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 然後是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然後是有一年兩次的立法會 九西補選 再加上今次的區議會選舉 都是同一個票站 最低限度 都是大南區的情況 你會看到很特別的 除了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之外 你會看到在2016年、2018年、2019年 建制派的票數都很穩定 由1390多票 跌到1340多票 但是會有些不差 譬如今次已經是 搞了這麼多次選舉 可能有些人疲勞 就不想再下來 但是建制派的票數很穩定 反應什麼 就是基本上都是組織票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到時到後就會有人來吹我投票 我就會下去投票 以前我們會叫這些做鐵票 現在我們會叫這些做組織票 就是你會看到 人們經常都說 建制派計算得很準 掌握到選舉結果 意思就是這個原因 它不會有大誤差 壞的方向看就是 這些人是不是都投建制派 但是好的方向看 你知道是什麼嗎 選來選來就是這1300多人 你只要找到方法 多過1300多人投票 很簡單 如果它永遠都是1300多票 如果你可以找到超過2700人投票 那泛民就贏了 總之是1300多加1300多或1400多 其實有2700人投票 你就會贏了 因為你看到建制派的票 永遠都是這麼多 但是問題是什麼 它這幅圖有趣的地方 就是告訴你 泛民由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然後到兩次補選 再到今時今日 每一次得票都是每放月下 當然它有一個很狡猾的位置 就是2018年11月的立法會補選 它只是計算了李卓人 以及陳凱欣 但是你記得 那次補選 不是只有兩人參加的 還有誰 還有 馮檢基 還有曾禮民 它全部都不放進去 但是你看之前那些 會放青年新政 會放葉普成 會放社民年 那為什麼只在這一屆的選舉 開始不放 因為那群泛民在2018年的立法會補選 說了馮檢基投共 那你說得他投共 你當然不可以放進泛民那邊 但是你放進建制那邊 有些人會覺得很離譜 所以結果被消失了 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即是連這些這麼客觀簡單的數據 你們這個正程網上行 都要操控 你們ViuTV 翻譯 翻譯 看這一個結果 有哪幾件事可以說 第一件事是好笑的 他們叫了所有泛民的眾聲拱詞 其實現在都很習慣 每一次都是 你不就是叫了梁家傑、劉小麗 那些立法會議員 各個拿去拍照 就覺得撐了他們 他們永遠都不覺得 如果這樣是合作的 那不會每次選舉的票數 會越來越少 他們永遠不去想什麼方法改進 另外一件事當然 就是去參與助選的 除了那群泛民之外 還有一個人叫做社民年的吳文軟 文軟大將軍 以前在佔中都很出名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如果你不是佔旺 你不知道 我們佔旺就知道這個人 這個人有特別的地方 我們經常都嘲笑他 他是老人大將軍 沒有人認識他 他經常都是為了要拆存在感 去做一些事情 去告訴別人 他現在在政壇裡傳染 因為選舉都輸了 然後他搞了很多事情都很交 很多人都不記得他 結果他為了出位 搞到自己坐牢 我經常都說 你如果搞抗爭 你搞到坐牢 其實我是很敬佩你 因為起碼我不先減 但對於吳文軟 我真的很難說 因為他上次坐牢 你知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就是有個警方的人員 我定是廉署的人員 講了一件機密的內容給他知道 就提醒他 你不可以公開跟其他人說 怎會轉過頭就打了給其他人 還要在Facebook說 我收到一些資料 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被人判了坐牢 他不是很無謂 他不是為了什麼香港爭取民主 為了什麼公民抗命 他只不過是為了要告訴別人 你看看我收到一些獨家資料 搞到他坐牢 這個為什麼要值得去提 因為他在2011年的大南區區議會 這個正程網上就不會特別提 就是吳文軟有參加這個區議會選舉 為什麼要特別提他 因為當日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這區泛民的票數是壓倒勝地多的 當時雖然我們說建制派 其實都是比泛民多票 但當時建制派多了一個人來拆票 究竟是不是建制派 也難說 因為那個人可能是親建制的 但如果你真的親建制 中聯辦就勸退了你 他死也要出來選 他好像叫譚金蓮 另外就是莊永燦 之後贏了選舉 特別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原本泛民推舉了一個參選人 那個叫陳文佑 陳文佑原本是隔離區選 但他就被民建聯趕了出來 因為他不夠選 所以就跑來這區選 吳文軟就堅持在這區選 那些人經常都說 如果你在明明有一個泛民的候選人的時候 你強行去選這叫甚麼 這叫戒票 長毛、社民營等 我最喜歡這個戒票、那個戒票 還有那些泛民 誰知道原來最成功戒票的就是吳文軟 選舉的結果是甚麼 就是莊永燦有一千零幾十票 陳文佑有九百多票 差100票左右 然後吳文軟有四百多票 人家就被你戒死了 然後你問為何今時今日 這個大南區變成建制派全面控制 就是由2011年開始 吳文軟用泛民的術語來說就是去戒票 然後戒死了泛民候選人 然後人家就把這個大南區變成建制派全面 一直在控制著 當然他又控制了這個派全面 當然可以花很多資源去做很多地區工作 或者組織 到今時今日你輸是值得的 你搞笑的地方是甚麼 吳文軟 你夠膽死你是作為一個大南區 在選區淪陷的罪人 他這個星期又去了助選 喂 我說這些居民我看到火滾 喂 為何今時今日搞到雞毛鴨血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你不顧大局走來選 喂 你說你要懲罰那些泛民 或是甚麼都差 我不理你 你不是 你來選 你是為了擦存在感 然後我們整班大南區的選民 就是為了要為你擦存在感這個目的 然後我們就把選區拱手相讓 其實我覺得那些居民未必會很生氣 因為可能也不是很多居民 當然是 他完全給我的感覺 有人問我 我就會說 但是沒有人愛 好笑的 因為他也在Facebook說 想不到我去助選 還有街坊記得我 天啊 如果真的有很多街坊記得你 就特別寫這句話 不是不是 街坊真的記得你 因為如果不是你這個人 是 無論如何 這個選舉 最後當然 你凡文又輸 好笑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在這個正程網上行的status下 有些黃色牛罵 就說 最壞的是那些招土派 你那些招土派 就是搞到我們現在 每次泛民都輸了 又是你們 甚麼甚麼燒了軍糧 又是甚麼甚麼燒了社區 走啊 你們先走 然後我們的泛民選民 就當災 狂罵招土派 然後第一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少 我真的 這區在我旁邊 我當然會很仔細留意 有沒有人去提出招土策略 是沒有的 對不起 甚至乎我 我是作為一個招土派的成員 招土派的支持者 我也沒有叫人去招土這一次的補選 因為這個補選是太細的 我花費時間 力氣去呼籲別人 招土的動力都沒有 然後你們這群黃絲 又想淚落招土 甚麼差都是招土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招土派 是可以這樣 雖然這壇事與我無關 不過聽到我還是很開心 當然是 這個就是我待會說的重點 當然就是完全與招土派 但是 第一件事 你們就知道為何你們的泛民會輸 這是很明顯的原因 一 你們做的事永遠沒有進步 搞來搞去就覺得 但是我所有的立法會員都去支持他 拍照 見傳媒 蘋果日報有報 這樣就叫做一個成功的選舉的 campaign 那我就告訴你現在是不行的 是不行了 是不行了很久了 是由2015年到現在 越來越不行 你們是完全沒有反省過的 第二件事 就是Karma 就是我們說天理循環 這個候選人是社區前進推舉出來的 火還是報應 這個社區前進是甚麼組織 就是一個左交組織 當日哪一個搞到大南區淪陷的 就是社民連 社民連就是左交組織 然後他們惹落的債 就由你社區前進去收回 是好合理 一個非常之好的天理循環 第三件事 你看到 所有的責任都推卸出去的 有甚麼最壞就是 一些人就是 一天最壞也是共產黨 最壞也是單程整 永遠都不關自己的 總之 壞就是招土派壞 我們泛民沒有錯的 我們泛民已經盡了全力 我還看到一些人說 李國權你不要灰心 選舉最重要的 其實不是勝負 最重要是你過程有甚麼得罪 我心想不就黏了 選舉最重要的當然是勝負 怎麼會是選舉最重要的 不是勝負 你以為奧運 比賽第二有而第一 你不是瘋了 好 接著當然我就是說Nano 那件事 你們的黃絲 那麼喜歡甚麼都推卸到招土派 我這條題就是這樣寫的 你們泛民是想把這個選舉的失敗 財選財任社財 我們招土派欣然接受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現在在歐洲地區都是這樣 有甚麼恐襲的事 第一時間就把回教難民 有甚麼就是回教難民 那些移民搞成的問題 如果我是那些伊斯蘭恐怖組織 我會很高興 恐怖主義的重點在哪裏 它不是真的可以炸到你全個國家都散了 重點要令你疑神疑鬼 這件事是不是跟回教徒難民有關 那件事是不是跟回教徒難民有關 這件事是錯誤的 所有事情都被捏到別人身上 然後突然間整個世界都是回教難民 所有人走下去 這個又可能是回教難民 那個又可能是回教難民 那些又可能是回教難民 沒有事的 之前外國不是很流行的 有種節目 就是找人穿著一個復斯林 然後擺到他的袋子 然後說 好啊 爸爸 然後就一群人大奔走 沒有啊 我覺得招土派遲開始有這種事情 就是每次泛民失敗了 選戰失利之後 就深深深聽 已經有甚麼甚麼組織 我現在就告訴他 我現在就在這個節目中 公開承認大南區的敗選 就是應該由招土派承認制任 沒有所謂的 我經常都說招土派的目的是甚麼 目的不是要搞到泛民贏 是要搞到泛民輸 我們去招你泛民的土 有些事不關我們事的 你加入我們招土派的數目 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就告訴你 以後你所有選舉輸 最好都加入招土派的數目 然後你發現泛民就會陷入一個恐慌狀態 會不會我們選舉又有招土派來搞我們 其實最開心的是甚麼呢 最開心的是 死傑是泛民一天不去反省自己做事 一天都不會擺放 你爛到我們最好 你不停地掛到招土派上 你會自殺行為 但這是最好的 這就是一個六四黃金比例的轉移 到今時今日都不明白 很簡單的 現在今時今日是甚麼 以前我經常說六四黃金比例是甚麼 六成泛民四成就是建制 所以一對一的話 永遠都是泛民贏 現在你知不知道甚麼叫做新的黃金比例 新的黃金比例就是五成是建制 四成就是泛民 一成就是中間派 中間派當然也包含了招土派 原先其實招土派的影響也未必那麼強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 建制派雖然五成 他未必全部出來 如果建制派只有四成人出來投票 泛民有四成人出來投票 那你這個中間派有少少人來支持你 你就贏到建制 但不是 現在他們經常都覺得 建制是五 泛民是四 招土是一 現在新的黃金比例 永遠都是建制是六 泛民是四 老實說客觀說 招土派哪有一成這麼大的支持 如果有一成其實已經是很好的 因為到時泛民就要跟招土派談判 因為每一次選舉你都是輸 因為建制有五 你要跟建制打五球 你一定要說服招土派 那你就要找些人來跟招土派談判 好了 但是實際上我知道不是 我也不會自吹自擂 招土派其實是很少數的 不過現在不要緊 現在所有事情都放在招土派裡 有一個好處 第一 招土派現在突然變成一 那你有什麼想贏以後 麻煩你跟招土派談 你要跟我談 你要求我下一次選舉 不去搞你 第二樣是什麼呢 第二樣就是 以前每個人都覺得招土沒有用 招土來做什麼 招土來做什麼 招元不是又是泛民 沒什麼搞 現在原來不是 原來周邊都招土派 每一次選舉都有招土派干涉 每次都是招土派搞到泛民宣 你鼓動了全香港市民 但原來招土有用 我怎麼可以不感謝你這些飯桶 時間到了 我們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不過我反而覺得 讓更多的觀眾看到我們的節目 無論是全年無限次重溫 月費重溫 或者是個別節目重溫 都一律半格 因為旗遊即是起至4月30號 快點上home.mhk.tv 訂閱吧 你明明不想訂吧